我是一个总裁 我最近感觉很奇怪 未婚妻要退婚 说我的真爱是宝洁小妹 我眉头一皱 把未婚妻送进精神病院 把宝洁小妹打发去非洲 世界清静了 我是一个总裁 我最近感觉很奇怪 我的未婚妻蒋佳怡 闹着要退婚 言之凿凿地说 我的真爱是个宝洁小妹 不是她 这就离谱 可蒋佳怡信誓旦旦的样子 让我起了疑 我约她去顶级会所 问 你为什么认定 我会爱上一个宝洁小妹 蒋佳怡解释说 因为你遇到宝洁小妹 避避避 她的话没说完 蒋佳怡忽然直挺挺地倒下 不停抽搐 口吐白沫 我打了个电话 家庭医生和护士跑出来 他们把蒋佳怡抱上担架 急匆匆地抬走 我扭头 看着藏在屏风后面的一对中年男女 他们是蒋佳怡的父母 我 叔叔阿姨 我就说 佳怡最近脑子不太正常 得送进精神病院 蒋叔蒋余娇心得很 急得眼睛都红了 我宽慰到 叔叔阿姨你们放心 我和嘉姨打小一块长大 感情深厚 等她治好病 我还是会娶她 我是个有契约精神的人 既然我们定过婚 她就是我未来老婆 我怎么能因为 未来老婆脑子有病 而放弃她呢 然而 没多久 我和一个保洁小妹 产生了交集 那天 我带领一群高管 在商场视察工作 忽然间 我被保洁小妹 泼了一盆脏水 我没有生气 我想 应该只是凑巧 然而回家路上 我又把保洁小妹撞到了 准确地说 我转过一个十字路口的时候 她骑小电驴 从我车头绕过去 碰瓷我 而当时 我车轮刚好压过地上白色的石线 交警盼我负全责 可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 我总觉得 继续和保洁小妹纠缠下去 会发生不好的事情 我想早点脱身 把钱全丢给保洁小妹 谁知她接过钱 甩我脸上 满地都是红彤彤的人民币 保洁小妹指着我鼻子骂道 你有几个 臭钱了不起啊 你凭什么看不起人 我 怎么有种拍台湾偶像剧的 强烈气势感 难道我错怪蒋家怡 她不是犯神经病 而是拥有预知未来的能力 我连夜赶去精神病院 看望蒋家怡 我站在病房外 听到蒋家怡在垂墙说她没病 我转身问医生 医生 蒋家怡是不是真的没病 医生笑容和蔼 陆先生 在我们医院 所有精神病人都坚称自己没病 我迟疑了 最近的遭遇实在过于荒诞 于是我对医生说 医生 让我进去和嘉怡说两句话 医生从善如流 蒋家怡看到我 缩到角落 你别过来 靠近你 我会变得不幸 很难相信她的精神状况 没出问题啊 我把今天被保洁小妹泼水 又撞了她的事 告诉蒋家怡 她一脸得意 这下 你相信 你未来会爱上保洁小妹了吧 我问 那你跟我说说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 她脸色一白 摇头 别问我 剧透会被系统惩罚 我瞳孔一缩 想起先前她口吐白沫的事 我微眯起眼睛审视她 蒋家怡又说了些奇奇怪怪的话 但 我不能把她给的线索 当疯年疯语 我说 我不必问你 接下来会发生的事 她这才松了一口气 我又问她 那你把能说的事情 都告诉我 蒋家怡说 这是一本霸道总裁文 你是霸道总裁 我是恶毒女配 我和你不会有好结果的 你放过我吧 我 蒋家怡脑子确实有大病啊 我站起来 承诺她 你放心 我回去跟叔叔阿姨解释一下 让他们接你回家 蒋家怡顿时抱住我大腿 那我退婚的事 能商量不 我蹲下来 温柔地摸摸她的头发 没门 我不理解 小时候追我屁股后边 整天倒是要嫁给我的小屁蹲 怎么突然变了心 我把我的烦恼告诉我的哥们 她给我支了个招 于是我来到蒋家怡面前 给了她一张卡 里面有五千万 今晚花不完 不许回家 蒋家怡看我的眼神 就像看怪胎 陆子航 我自己有钱 啊 忘了蒋家跟我家门当户对 蒋家怡作为富二代 跟我一样有钱 可我哥们信誓旦旦地向我保证 给女朋友大把钱花 是总裁文的爽点呢 于是我又把她约到池塘边上 我指着被我承包的池塘 对她说 蒋家怡 这片池塘 打住打住 蒋家怡搓了搓手臂上的鸡皮疙瘩 陆子航 究竟是谁教你这些古古怪怪的招数 我给她递了本 千亿总裁的小淘气 我看着蒋家怡嫌弃的眼神 啊 魔法怎么失灵了 为了不让家怡预言成真 我在非洲投资了一家酒店 我让人事部经理通知宝洁小妹 派她去非洲开拓市场 人事部经理和宝洁小妹聊了半天 沮丧地找我汇报工作 人事部经理 老板 宝洁小妹说她的家人就在本市 她不求富贵 只希望一家人快快乐乐地在一起 啊 真是好一个是金钱如粪土 单纯不做作的宝洁小妹啊 等等 我刚才脑子里在想什么 我瞳孔震惊 难不成我刚才受原著剧情的影响 我脸色一黑 给人事经理下的死命令 把待遇提升到宝洁小妹 无法拒绝的水平 人事部经理 可宝洁小妹在意的不是钱 我咬牙 那就把他们一家全送去非洲 人事部经理面露难色 我 宝洁小妹一家不去非洲 那就换你全家去非洲 人事部经理表示 没有她解决不了的员工 打发了宝洁小妹 我去看望蒋家仪 结果蒋家仪拎大包小包出门 一副要逃难的样子 我眼皮跳动 你想去哪里 蒋家仪耿着脖子 我想逃婚到非洲 我 她咋不按套路出牌 我抬了抬手 身后的保镖们 便客客气气地 把蒋家仪请回屋里 蒋家仪在房间里上蹿下跳 她大吵大闹 我俩不会有好结果的 你放我走吧 我听得脑瓜子疼 我一把捞住她 把她禁锢在墙上 我的眼睛只是她的眼睛 她的脸颊刷得一下红了 这么多年的感情 你能说放弃就放弃 我逼问她 她心虚 我是为了大家好 我又问 你不爱我了吗 不爱 我咬牙切齿 那你为什么脸红 我 我 蒋家仪左顾而言她 我 我没再给她说话的机会 蒋家仪老实了 为了让她安心 我直接拉上她去民政局领证 可是领证当天 我在半路上被绑架了 到了地方 有人解开我眼睛上的布条 我定睛一看 竟然是宝洁小妹 我们异口同声 你不是外派去非洲了吗 我一家子过得好好的 你凭什么逼我去非洲 宝洁小妹的话比我长 她赢了 宝洁小妹暴躁地嘶吼在 空荡破旧的厂房回响 望着歇斯底里的宝洁小妹 我认真思考一个问题 非法拘禁盼几年 可转念一想 她是如此天真善良 只是犯了全天下女主 都会犯的错啊 打住 我面目猙獰 我该不会又受到 圆珠剧情的影响吧 我现在 已经开始相信蒋家仪的话 可我讨厌被操控的感觉 凭什么剧情 要我一情别恋到 宝洁小妹身上 我就要做 朝三暮四的渣男呢 我偏不要受系统控制 我正在思考时 我的脑袋 却被一根钢管砸中 砰的一声 我脑袋开花 差点被当场送走 这时候 我庆幸自己 活在一本小说里 又是男主 因为 我被钢管砸破脑袋 居然没死 我坐在地上 脑袋嗡嗡响 无助地用手捂住脑袋的伤口 宝洁小妹害怕地尖叫 怎么办 你流血了 你会不会死 傻白田 他全战 就是不会给我打120急救电话 我暗自摇头 打电话让哥们赶紧过来 给我处理伤口 我哥们是个世界有名的医生 他们家开了世界连锁私立医院 身为爸总 每个私立医院的院长发小 会不符合人设 可哥们 他一直没有来 我面子挂不住了 我只好又打了个电话 哥们很无奈 你的未婚妻不让我去 我 哥们 蒋家一说我去救你之后 就会和你同时爱上宝洁小妹 以后还会为了女人兄弟反目成仇 我隐约听见电话那头蒋家一的声音 对不起陆子航 我是男儿党 今后 深情温柔的男儿由我来守护 我 我铁青着脸 又打了另外的电话 是精神病院的电话 我等了半个钟 哥们终于赶来 为我包扎伤口 我惭愧到 把他放出来 是我的错 哥们认同 以蒋家一现在的精神状态来看 精神病院更适合他 哥们帮我处理伤口的时候 宝洁小妹一直在旁边哭 他怕出人命 宝洁小妹拼命解释 他把我捆起来 只是要我承诺 不再安排他去非洲 他没有要杀我的意思 哥们听完不可思议 陆子航 你怎么能逼迫这位柔弱善良的女士 去非洲呢 宝洁小妹在医生身后 如小鸡啄米一般 疯狂点头 我看着他们 忽然记上心头 我问 欧阳帅 让他去你医院做宝洁小妹 如何 欧阳帅一脸被雷劈的表情 我咬牙 我到贴钱 给你也行 如果欧阳帅会爱上宝洁小妹 那我现在要做的 就是成全他 真是一举两得 没想到欧阳帅掏出手机 你放心 我会找关系 安排你和蒋家一 一起住精神病院的总统套房 让你夫妻二人团聚 我 欧阳帅担忧地望着我 我现在 很担心 你的精神状态 很明显 这世界很不对劲 因为 我也住进精神病院 蒋家一哭着说 现在系统惩罚你 用钢筋砸你脑袋 才让你成了神经病 我额角青筋抱起 能不能闭嘴 蒋家一现在是和我住 同一总统套房的病友 但她的话让我烦躁 可蒋家一哭着劝我 你快点爱上宝洁小妹啊 这样系统 就不会惩罚你了 我起身拔掉手背的针头 把蒋家一扛到肩膀上 走出门外 院子里有个巨大的泳池 我把蒋家一直接丢水里 哗啦 蒋家一被投入水中 冷不丁被呛到几口水 我站在泳池边 居高临下 你现在清醒了吗 蒋家一 哎呀 救命 陆总神经病发作了 院子里打扫卫生的宝洁小妹 尖叫的喊医生和护士 二十分钟后 我被疗养院的护士们 五花大榜地送回病房 欧阳帅给我打了一管镇静剂 欧阳帅 哥们 冷静下来了吗 我 欧阳帅 哥们 看来你真病得不轻 而且有攻击倾向 蒋家一激动地跳起来 陆子航病了 你安排宝洁小妹照顾陆子航 他们孤男寡女 日久生情 宝洁小妹一听 缩在欧阳帅身后拼命摇头 不不不 我不要照顾陆总 他连自己的未婚妻都要谋害 保不准会杀掉我 宝洁小妹的眼神充满恐惧 他这般弱小 可怜又无助 激起欧阳帅的强烈保护欲 欧阳帅连忙把宝洁小妹护在怀里 别担心 我会保护你的安全 蒋家一见状 抓狂地想要把欧阳帅怀里的宝洁小妹扯开 蒋家一失控地尖叫 欧阳帅你不要爱上宝洁小妹 你将来会为她伤心的呀 宝洁小妹以为蒋家一也神经病发作 心里更是恐慌 她害怕地拼命往欧阳帅怀里缩 蒋家一拼命把她往外拽 欧阳帅一边保护宝洁小妹 一边招呼医生护士拦下蒋家一 病房里兵荒马乱 我看着眼前的场景 却觉得颇有偶像剧《二女征服》的味道 而且 蒋家一张牙舞爪的样子 确实拿了《恶毒女配》的剧本 唯一不对劲的地方 就是男主不是我 所以 蒋家一口中的戏统究竟是什么东西 我如何才能见到她 我问蒋家一 你帮我问戏统 花多少钱才能与她共进晚餐 过了一会儿 蒋家一回 戏统说她对钱不感兴趣 我 你问她 那她对什么感兴趣 蒋家一 她说她对你什么时候走剧情 和我退婚 迎娶宝洁小妹感兴趣 我咬牙切齿 没门 蒋家一沉默了一会 不要试图激怒她 可我更讨厌被控制的人生 我 鲁迅说过 你可以折磨我的肉体 但不可控制我的灵魂 为人类的灵魂自由 而高歌 蒋家一 鲁迅说她没说过这话 我 我们面面相去 过了一会儿 我又问 系统有什么特别喜欢的东西吗 蒋家一 好像没有 我 那她需要充电吗 蒋家一 不需要 油盐不尽啊 但我不会轻易放弃 对付不了系统 我就对宝洁小妹下手 她给我送药的时候 我就夺门而出 宝洁小妹追我屁股 陆总 该您吃药了 来啊 快来追上我 我一边 跑向院长办公室 一边回头挑衅她 你要是追到我 我就对你嘿嘿嘿 说完 我从身后掏出一把萝卜刀 神色陡然变得阴森 宝洁小妹以为我是杀人犯 被吓哭了 她平顺的人生 应遇到我而充满坎坷 欧阳帅闻声 一个剑步冲出办公室 她把宝洁小妹捞入怀里 两人在半空中旋转 欧阳帅单手搂住宝洁小妹的腰 宝洁小妹双手勾住欧阳帅的脖子 两人如电影漫镜头一般 长久的相互对视 四目相对之时 仿佛有爱情的火花在他们之间迸发 宝洁小妹小鸟一人地缩在欧阳帅的怀里 嚎啕大哭 欧阳院长 陆总太可怕了 呜呜呜呜 欧阳帅安慰他 别怕 我保护你 宝洁小妹眼冒猩猩 欧阳院长 有你 在我什么都不怕 他俩一番狼情惬意 你弄我浓厚 这才想起 作为路人的我 欧阳帅脸淡微微红 把宝洁小妹挡在身后 劝我 兄弟 你冷静些 现在是法治社会 萝卜刀 欧阳帅瞳孔震惊 宝洁小妹不敢置心 我向他们走去 笑嘻嘻地把萝卜刀拍欧阳帅身上 兄弟 好好把握机会 我回到病房的时候 看到蒋家仪盘腿坐在床上 气鼓鼓地薅一朵非洲菊的花瓣 他嘴里碎碎念 死渣男 臭系统 可恶 为什么我不是女主 蒋家仪嘟着嘴巴 脸颊鼓得跟小仓鼠似的 我不禁眯起眼眸 我的未婚妻真可爱 她语气酸溜溜地问我 陆总回来了 嗯 我似笑非笑地望着她 蒋家仪的眼神变得非常优越 但又极力掩饰 假装平静 那陆总和宝洁小妹像 相处如何 我故意气她 很好 蒋家仪委屈得几乎要哭了 那 那就好 她说完扑到床上 用被子盖住脑袋 她好像在被子里偷偷抹眼泪 我坐到她床边 隔着被子抱她 我取笑她 好酸 我隔着被子都能闻到一股醋味 蒋家仪 明明喜欢我 为什么非把我推向别的女人 被子里的声音哽咽 你不娶宝洁小妹 我们的世界就会崩塌 你也会死的 可我宁可和你死在一起 也不愿被系统操纵一声 我说 蒋家仪猛地掀开被子 急忙扑向我 捂住我的嘴 我不会让你死的 嗯 她又老实了 几天后 我悄咪咪地溜进欧阳帅的办公室 我推开门时 正好撞见欧阳帅和宝洁小妹 在用舌头打架 她俩就好像被教导主任 撞破地下恋情的纯情少男少女 手脚无措地分开 宝洁小妹的脸红得跟熟透的柿子一样 无脸娇羞地跑开了 我淡定地走进欧阳帅的办公室 把一袋子黑卡 一箱子霸到总裁文摆到办公桌上 欧阳帅倾咳 也是尴尬 嗨嗨 这里不是你家 竟然应该先敲门 我心虚 我也不知道 你们会在办公室玩游戏 欧阳帅转移话题 你找我干什么 我 送你追七秘籍 但似乎不需要了 她和宝洁小妹的进展 比我想象中更快 欧阳帅看着办公桌的霸道总裁文 嘴角抽了抽 我没想到你会当真 我 当初 就是欧阳帅给我瞎出主意 让我送奖家一黑卡 又约他去鱼塘钓鱼 所以 他在骗我 我气得扑向前 掐住他脖子 老子平生最恨别人骗我 冷静 冷静 欧阳帅满脸通红 再掐下去 人家真以为你有躁狂症啊 我 其实 我被关进精神病院 都是欧阳帅的计划 他把我和蒋家一关一个病房 就是为了给我制造 和蒋家一独处的机会 至于他给我打的药 都是葡萄糖酱 也就是个安慰剂而已 现在 我和蒋家一 他和宝洁小妹 一切进展顺利 我松开手 坐回椅子上 我劝欧阳帅 你既然和宝洁小妹在一起 就不要玩弄人家感情 你们早点结婚 我好勇绝后患 别整天保洁小妹的叫她 她有名字 叫白千千 欧阳帅不满 随便 我问 你什么时候向白千千求婚 欧阳帅忧心忡忡 可这样的话 我们所处的世界 会不会崩塌 我 所以 我有个计划 欧阳帅的办公室里 我和白千千 难得双方 都平心静气地坐在一起 白千千不敢置心地瞪我 又看了看欧阳帅 你让我和陆总假结婚 对 这就是我的计划 我说 我和你假结婚 骗过系统 系统完成任务 就不会再控制蒋家仪 白千千 陆总 我看你真的病得不轻 我脾气好 不跟这种动不动 就人身攻击的女人一般见识 我把蒋家仪 有系统的事告诉她 并解释 如果我不和她结婚 这个世界就会崩 我们所有人 都会死 白千千拉拉拉 欧阳帅的衣角 你想我配合陆总假结婚 治疗她的妄想症吗 白千千进步了 她在医院工作几天 居然学会这么多专业名词 白千千摇摇头 太可怕了 陆总居然妄想 我和她是男女主 她真敢想啊 我就是单身一辈子 也不可能爱上 有暴力倾向的精神病患 欧阳帅安抚地摸摸她脑袋 温柔道 我知道 你眼光一向很高 白千千 含情默默地 与欧阳帅对视 我的拳头硬了 我现在正在和他们谈正事 能不能别这样 我为什么非要加在她俩中间 成为她俩play的一环 神啊 救救我吧 我又愤怒 又崩溃 如果没有系统 那天在旧工厂 我被钢筋砸中脑袋 就该死了 如此反常的现象 你们如何用科学来解释 可我说完 脑子却灵光一现 我好像接触到什么关键信息 却又一时间没有领悟 而白千千听了我的话 这才正经微作 我追问她 你不觉得 你我的相遇太过巧合了吗 那天 你早上泼我脏水 下午就和我发生车祸 白千千如醍醐灌顶 顿悟 还真有点像偶像剧的剧情也 我 所以 你难道想过被系统操纵的人生吗 白千千摇头 不想 我放下心来 白千千握紧拳头 我的人生我做主 系统凭什么不问我的喜好 就替我做决定 啊 白千千真不会是女主 她是这样倔强 独立 与众不同 如果没有蒋家仪 说不准我会爱上她 打住打住 我狠狠扇了自己一巴掌 疼痛让我清醒许多 我居然 差一点又受到剧情影响 我诚恳地向她发出合作邀请 那么 要不要和我假结婚试试 白千千 成交 我和白千千结婚的新闻一出 全世界都轰动了 世人惊叹 灰姑娘嫁入豪门的好运气 而蒋家仪听到这个新消息后 笑得比哭还难堪 那就 那就恭喜你了 我连忙报警她 安慰 你要相信我 我不能把计划告诉蒋家仪 她知道 等同于系统之道 我只能等计划成功后 再对她合盘拖出 可是 看到我心爱的姑娘 伤心欲绝的样子 我的心也跟着快碎了 我捧着她的脸 不停地亲吻 蒋家仪 你一定要相信我 蒋家仪哭着把我推开 陆子航 你和白千千结婚后 就不要再招惹我了 我不要两个女人一起伤心 她甩开我的手 跑了 我的傻姑娘 她这样可爱 天真又善良 系统怎么认为 她是个恶毒女配呢 我和白千千的婚礼 就定在周末 毕竟只是假仪式 一切流程从简 礼堂礼 我穿上西装 白千千穿了婚纱 宾客只有一个 那就是欧阳帅 我和白千千 即将交换戒指 神父问白千千 新娘白千千 你是否愿意 与这名男子缔结婚姻 你们将来无论贫富 疾病 亦或者灾祸 你都与她白头偕老 忠贞不渝 你爱她 尊重她 照顾她 接纳她 直到生命尽头 白千千许久没有回答 然后 她转向台下 目光落在欧阳帅的身上 欧阳帅对她憋了的心 白千千灿然一笑 深情地凝望欧阳帅 说 我愿意 我真的 他们干脆创死我算了 神父也被创得 精神受到万点伤害 看我的眼神 不免多了同情 神父问我 你 你没关系吗 我忍着额头抱起的清惊 我 我能有什么关系 当然是原谅她 神父几乎摇摇欲坠 主啊 原谅我吧 他们高兴就好 过了足足十分钟 神父才叹息地摇摇头 神父终于问我 新郎陆子航 你是否愿意与这名女子缔结婚姻 你们将来无论贫富 疾病 亦或者灾祸 你都与她白头偕老 忠贞不渝 你爱她 尊重她 照顾她 接纳她 直到生命尽头 可是神父说 试词的时候 我却看到礼堂的大门后 忽然露出一双内眼淫淫的眼睛 蒋家宜躲在门后 捂住嘴巴 不让自己哭出声音 可我只能咬咬牙 收回目光 冷漠地回答 我愿意 话音刚落 教堂里 传出当的一声钟响 沉闷的 却又是庄严的 神父说 请新郎新娘交换戒指 李承 我心烦意乱地 把戒指 对到白千千的无名指 在白千千没反应过来时 已经夺过戒指 套进我的无名指上 然后 悍然跳下礼台 朝蒋家宜奔去 我追了蒋家宜两条街 才在江边的草地拦住她 蒋家宜 你冷静 听我解释 我抓住她胳膊 蒋家宜拼命挣扎 捂住耳朵 我不听我不听我不听 我解明恶药的解释 我和白千千是假结婚 为了骗过系统 蒋家宜呆了 果然 女人说不听的时候 她其实正竖起耳朵 听得比任何人都仔细 哼 口是心非 蒋家宜眼眶通红 小心翼翼地问我 你 白千千 假结婚 问完 她却轻轻摇头 不可能呀 你和白千千交换戒指的时候 系统分明判定她完成任务 啊 蒋家宜惊呼 她的脸色刷得变得惨白 她拼命推我 你快走 系统骂你骗她 要惩罚你 我刚想说 我能往哪里走 可是 我来不及说话 忽然脚底打滑 掉浆里了 浑浊而冰冷的浆水 淹没了我 我从小学游泳 本应该可以自救 可我拼命往上游的时候 却发觉脚腕子很沉 有什么东西 正把我往水底带下去 我低头一看 竟有一团黑影 抓住我的脚腕 我疑惑 她是什么东西 这时候 我忽然听见一个声音 黑影 我就是系统 仇人见面 分外眼红 我直接调转方向 游向黑影 和她扭打做一团 黑影不是我的对手 一边扭动身子 一边尖叫 陆子航 你为什么不按我设定的剧情走 你不过是个纸片人而已 你居然产生自己的思想 那又怎么样 我可是男主 哪怕我是纸片人 也是有思想的纸片人 我想 只要把系统弄死 就不会再有人控制这个世界了吧 可系统好像读懂我在想什么 系统 你居然想杀我 既然如此 那不如我杀了你 换一个听话的纸片人当男主 话音落 我忽然感觉 身体 好像被触电了一样 我浑身发麻 使不上力气了 我想起来 她好像经常用电机惩罚蒋家仪 我说了 只能眼睁睁地 任由身体沉向水底 可就在这时候 三个身影游向黑影 我看清其中一人是白千千 她从怀里取出什么东西 突然间 一束强光射向黑影 黑影在强烈的光照中 烟消云散 我惊呆了 可这时候 蒋家仪和欧阳帅 却已经游到我身边 把我带上岸 我又住院了 迷迷糊糊之中 我听到蒋家仪扑腹在我耳边哭 陆子航 你不要丢下我呀 我好爱你 我不愿意看着你死 才答应系统和你退婚的 陆子航 我想清楚了 要死我们一起死 我再也不会和你分开了 我没忍住睁开眼 别笑 这可是你说的 蒋家仪看我醒来 破涕微笑 抱紧我 重重点头 嗯 几天后 白千千和欧阳帅手牵手 来病房看望我 看到他俩年的 恨不能变成连体音儿 我无助及了 你们能不能照顾我这个病人的死活 我真的 见不得你俩同时出现在我面前 我说 白千千挑眉 那你不想知道全部的真相吗 我一愣 什么真相 欧阳帅说 陆子航 你这次真的有病 你的病叫恋爱脑 居然轻易相信蒋家仪那套系统说辞 我 白千千 我压根不相信你的说辞 我怎么可能会爱上 你这么一个 嗯 变态 所以 我私底下找很多人打听 也包括一些非常厉害的大师 结果 你猜我发现什么 有位大师发现 蒋家仪居然被邪碎附体了 我震惊地说不出话来 白千千接着解释 你的竞争对手 为了破坏你与蒋家的联姻 施展邪术 让邪碎附体到蒋家仪身上 那个邪碎附体后 假装自己是系统 给蒋家仪洗脑 让她以为她不和你退婚的话 世界就会毁灭 而你会死去 我和大师借到克制邪碎的法宝 那天才能在水下 发出正道光芒消灭她 我一时间难以接受 白千千的邪碎说 比蒋家仪的系统说 还更离谱 所以 一切只是我的自我洗脑 我又把最近发生的事情 从头到尾想了一遍 系统对蒋家仪的惩罚 是让她被电了一样 口吐白沫倒地不起 哦 邪碎好像也能做到 系统第一次对我的惩罚 是让钢筋砸破我脑袋 却又不致死 哦 邪碎也能办到 还有在水底 她叫嚣着 我是纸片人 要换男主 实际却是把我拉向水底 等会儿 系统可以操控剧情 决定所有人命运的话 她直接改变 我的思想就好 又何必多此一举拿钢筋砸我 除非 她根本操控不了剧情 她不是系统 我瞬间冷了下来 是谁如此大胆 敢对我心爱的女人下手 欧阳帅说出了一个名字 这人确实与我有竞争关系 处处与我作对 我转头望向窗外 楼下的花园里 蒋家宜抱着保温盒 从一颗金黄的银杏树下经过 我酷炫狂霸拽的勾起唇角 轻面 天凉了 那就让王室破产吧 那倒霉的反派姓王 收拾反派后 我秘密筹划一场求婚仪式 听说今年钻石 掉价的厉害 所以 我特意去了拍卖会 要拍最近风头正经的翡翠 镶嵌成戒指 向蒋家宜求婚 拍卖会正好有一块非常完美的 帝王绿翡翠 我出价五千万 结果 有人和我竞争 加到六千万 哼 我 陆子航 堂堂霸总 和炫富 怎么能说 我把价格抬到一亿的时候 那竞争对手 怒气冲冲地撞开我的包厢门 这位大哥 能不能把这块翡翠让给我 熟悉的声音在背后响起 我等着拍下这块翡翠 向人求婚呢 真是巧啊 我忍君不惊 转过身 只见蒋家宜双手插腰 气鼓鼓地瞪着我 他脸色变了 继而又惊又羞涩地扑向我 陆子航 你敢拿我看上的翡翠 向别人求婚 你就死定了 我含笑着迎接他 翡翠是拍来送你的 我的一切 也都是你的 本来只是 想陪我参加拍卖会 替我的求婚仪式 出谋献签策的欧阳帅 和白千千 痛苦地捂住脸 他们满脸无助 真没想到 有一天 我们也会成为 别人play中的一环 哼 只准他俩秀恩爱 闪瞎我狗眼 不准我反杀 这一局 终究是我赢了 几个月后 同样的教堂 同一个神父 只是这一次 台下兵棚满座 神父再次看到我 神情震惊 他扭头 又看到贵宾席上 甜甜蜜蜜 依偎在一起的白千千 和欧阳帅 他当场晕过去了 神父被人抬下台 我遗憾地摇摇头 神父见过的世面 还是太少了 无人为我宣读 接下来的结婚诗词 我只好左手牵起 蒋家宜的手 右手举到耳边 自己宣誓 我 陆子航 在各位亲朋好友的见证下 和蒋家宜递结婚姻 组建新的家庭 我在此发誓 今后无论贫穷或是富贵 疾病或是灾祸 都无法将我们分开 直至死亡 我愿意成为蒋家宜的丈夫 陪伴他 照顾他 与他分享生命的喜怒哀恶 直到死亡把我们分开 那么 蒋家宜 你愿意成为我的妻子吗 蒋家宜露出甜蜜的微笑 我愿意 我和蒋家宜 在全场的欢呼与祝福声中 交换了代表幸福的戒指 这才是属于霸总的HE 祝福的疗命 我愿意成为 喜怒哀恶